有独立行为能力吗 我问你 我不知道 道歉 我没有别的要求 跟孩子道歉 取得他的原谅 要不咱们谁也不走 我为什么要取得他原谅 因为你给他说哭了 你给他说哭了 知道了吗 那假如我今天生前 他让我哭了怎么办 他让我哭了怎么办 他给你整哭了 就我一进来 我看一个男人在卫生间 我很失心 那你为什么要说他 我听见了 你很严厉的说他了 我就说你是女卫生间 你不应该进女卫生间 你为什么要跟他说话 你找他的监护人 你妈妈呢 让他找监护人 知道吗 张亮 你上这个厕所了 有个女的把那个孩子收哭了 你上美生间这块来 我刚没有很严厉的说话 他哭了 我就要求你道歉 那我现在哭怎么办 你是大人 你为什么要哭 你为什么要哭 我就想问你 我在女卫生间 那是女卫生间 他是女卫生间 对 这么点孩子 谁说这么点孩子 不可以进女卫生间了 谁说的不可以 现在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你给孩子道歉 取得他的原谅 你修我 你有没有想过 我可能也是个小孩 你多难啊 你18了吗 假如我没有18 你满没满18 我满怎么 假如我没满 假如我就是女孩子 你没满就没满 但是不要说假如 现在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 你知道吗 假如我跟他一样 我进女卫生间 我被他吓到 我怎么办 刚才上厕所 这个女的把男孩子说哭了 问他为什么 这是女卫生间 小孩不上女人间 上哪儿 不行 道歉 这是女卫生间 现在我要求你跟他道歉 道歉 那就谁别走 我不道歉 他给孩子说哭了 他说为什么 这是女卫生间 增点还让他上男卫生间 他跟我在这儿 他不在这儿 他几岁了 六岁 六岁都可以上小学了 你知道吗 你是哪儿啊 你是哪儿的人 你农村的呀 六岁就上小学 你农村的呀 他幼儿园咋 幼儿园比如老师看着呀 幼儿园他不分男女厕所吗 道歉 不道歉 今天没完 我不道歉 那咋站着 你站着吧 我不道歉 站着吧 我不道歉 那就咋站着 谁别走 我不道歉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 跟孩子道歉 我没有别要求 你以后当妈妈了 你有孩子了 我不会当妈妈的 你放心 你不会当妈妈 你没人会当妈妈 你没有祖宗 你生不了孩子是吗 我不想当妈妈 你不想当妈妈 假如我的小孩 你没有同理心 怎么可以说孩子呢 怎么可以说孩子呢 我跟谁吵吵 毕业跟我孩子道歉 我当妈的 我就容忍不了 听着给他说哭了 他在女卫生间 然后就说他怎么可以在女卫生间 我上厕所 我俩上厕所 六岁的孩子来这儿上厕所 他进来了就给孩子说哭了 说你为什么在这儿上厕所 你一个男孩 你为什么要在女卫生间 六岁的孩子问你 能让他自己上门厕所吗 那不是女的带进来的吗 我俩进来了 而且他没有说脱步的 衣服什么都没有脱 什么都没有脱 他在里面 他在里面 他刚那个厕所门没关 他还没关 那说什么了吗 假如他漏了呢 假如他漏了 你说说事实 说已经发生的事实 我现在要求给孩子道歉 给孩子道歉 没有别要求 因为我还造成洗礼创伤了 我咋洗礼创伤了 在里边关门 抬着出尿痕出来的 我一进门 他没有露任何东西 他门没关 他在里面沾着你知道吗 假如他漏了呢 他漏了吗 你说的是假如 但是没漏 我让他剃完裤子 我说你在那儿等我 我无什么道歉 他现在我也没道歉 我在厕所 他今天在看你的尿路是怎么的 他看你的尿路 他已经在厕所里 他已经在坑里了 他在坑里 他剃完尿 他剃完尿 我被他剃的裤子 我进来就没上厕所 我就准备进去坑了 他在这个坑里 我就准备进去坑里 我就准备进去坑 你记得了 别跟着我 道歉 快点 我不道 道歉 我不道 道歉 我不道 道歉 我道歉 我道 妈妈必须道歉 你伤害我的孩子了 你伤害他的心灵了 你知道吗 你伤害他了